我的泡泡快水 情况今天再见吗 不冷不冷 谢谢 好烫的 被湿了 不冷的 久了 哎 谢谢奶奶 哎呦 脚安排就好了 吃饭了吗 吃过了 有李线刘亦菲主演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正在热播 该剧一上线就收获了一众好评 收拾热度双第一 这部剧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真实 风景没有滤镜 就连主角们也都没有 刘亦菲饰演的许红豆 在工作时尽显打工人的疲惫 整个人还有点发福 可进入度假模式后他又变得很是轻松 就是最真的样子 李线所饰演的谢知遥肤色接近云南男孩 整个人的状态也接近人物的年龄 无论台词还是演技 微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都非常纯熟 而且不显得刻意和做作 给人感觉就是身边邻家兄弟一样 就目前来看剧情现简单 但细节处非常用心 满满的温情很有人味 看的过程十分治愈 而要说剧中最让人意外的角色 那必须是华为二公主姚安娜 姚安娜在剧中饰演小麦不小妹妹小情老板 很多观众都说第一眼完全没认出她来 剧中姚安娜性格开朗 每天帮父母看店 喜欢李线饰演的谢知遥 父母让她学杂染拒绝 面对刘亦菲饰演的许红豆热情浩克积极招待 将自己射牛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实力展现出一个作为小麦铺老板的俏皮机灵 于立宪上演了一段极限拉扯时砍架笑料满满 那句真的不挣钱 更是将小商贩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叫小琴 你叫什么 许红豆 真洋气 我也有个洋气的名 我自己吃的 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你叫什么 Candy 洋气吧 洋气 你跟阿姚哥之前认识啊 不认识啊 那他还让你起小可爱 我踩到爸爸了 我 往下才要踩到爸爸 你跟阿姚哥一起买的 赚钱 二十五块 十块 十号 真的不赚钱了 阿姚哥 你再看我阿姚书 什么书啊 都什么年代了还问这一辈子 你拿吧 先来找我 起劲了 还让我却你像我做决筒 我却 你却也没用 扶死你这条线 随着剧情推进 杨安娜与剧中演员对手细广获好评 可爱真实的性格不言而喻 网友评论台词流利清晰 真是可爱代入感强 虽然戏份不多 但观众们都说演技很自然很可爱 演出了淳朴的感觉 比瞪眼明星那一类演员好太多了 也有网友表示 看到杨安娜出演农村女孩还是挺令人意外的 但从演出效果来看杨安娜的表现很不错 将少女小小的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造型还是台词都有一定的亮点 这对不是从科学搬出来的她来说确实有了突破 出显作为演员的可塑性 更有网友表示这才是正确带字禁组的打开方式 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剧中演员们使用的手机都是华为 而且给了不少特写镜头 还特意拍了开机的鸿蒙系统画面 女主刘亦菲使用的还是价值两万的华为MATEXR 由网友调侃判刘亦菲简直是华为的野生代言人 对于这波全员华为反而没有让广大网友讨厌 反而赢得了一波路人员 而身为华为千金的姚安娜愿意低调出演一个小角色 不抢主角风头必用心演绎好角色 此前有网友质疑姚安娜一直以来就是李线的小迷妹 因此她愿意客串一个小角色完全是冲着李线去的 因此被质疑那么多专业不找非要找她 其实姚安娜出演小麦不老板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姚安娜也是出生在云南昆明 所以导演让她演一个当地小姑娘再合适不过了 有微信上说村里传统结婚都是姚眼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呀 叫阿姚叔 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 当然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是嫌我读书少 又没学一本手艺是不是 小新 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 我还抱过你了 后来我去工作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 你记不记得 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 电视上有些男明星多比老婆大一轮呢 当年从哈佛毕业的姚安娜没有像姐姐一样选择华为 而选择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 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她 但慢慢的大家发现她是个很真实的小女孩 尤其在综艺里稳重不张扬 性格很好很努力 姚安娜这次选的剧本是真不错 这应该也是她的第一部电视剧 不知道是团队还是自己选的 不得不说眼光是真好 这部剧里的一众老戏骨可以让姚安娜汲取丰富的表演养分 对演技提升有很大帮助 而作为演艺界的新人姚安娜表现已经相当出色了 相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也期待她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好作品